大家好,这视频是跟大家练习怎么样弹转位和弦 那我们很常都会在自弹自探里面用到的 转位和弦就是在这个小范围里面 转你的手指 把不一样的和弦弹出来 之前教过大家怎么样弹基础和弦 那个手呢,就要移上、移下 那现在我们来练习怎么样弹C调的转位和弦 我们就从C调的大调和弦 这里开始练习 那我先跟大家讲它的chord progression 第一个有C major 那我就从这个second inversion开始 C,E,G,它的G在这边 手指夹着 接着就是F F,F,A,C F,A,C F,A,C Next G,G,B,D 最后倒回去C 最后倒回去C Root position 现在我们来试一试 弹这个拍子 试拍的哦 好,边数边弹 预备 预备 一二三 三个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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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2 3 4 4 现在我们来看C调的小调和弦 我们来看Code Progression 就从C调开始 C 然后D minor D F A 然后过去E minor 手指移下 第一只手指移下来 第三只手指往下按 就E G 第五只手指在G B 然后 A minor 就 你的右手往下 刚才E minus这样 那这两只手指二合四 就 往下移 然后第一只手指往下移 A C E 接着就是B Diminish 把这三只手指一三五放下去 过后我们移回C结束 就这三只手指 就这三只手指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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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4 4 4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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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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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5 5 5 6 5 6 7 7 7 你要摆好你的手指 你要确定它是对的 所以你要确定 你手指弹对的 也是按对的音 所以你肯定会放慢 那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专注我们的右手弹和弦 两个和弦 这样练习 再真的是不行 还有一个方法 一个和弦弹三次 好弹完了F 接下去是弹G对吗 所以F过G 其实是把你的手移上 同样的指法 所以你要怎么样 弹三次F 再以下弹G 再以下弹F 再以下弹F 再以下弹G 那这三个和弦 你练习完了 那再从C开始 如果你从G 转到C这里 觉得不灵活 那你就单单练习G和弦 C结束 C结束 那这三个和弦 我会想到你 那这三个和弦 你练习G 你练习G